我們上次提到Sell in May 希望不要嚇壞大家 在這集的匯豐投資匯客室 我和Ravo會過兩招給大家 就是新經濟股最新的四大選股策略 和舊經濟股是應該怎樣選擇的 經濟復甦預期 大動傳統舊經濟股受追捧 跑贏新經濟股 這個是明白的 但不少朋友都留意到 香港的新經濟股 過了農曆新年後 大幅跑輸美國 不解救呢 當然啦 你看看美國納指那邊 市盈率三十多倍 你說貴吧 但看我們港版納指 即恆生科技指數 叫做調整了 現在市盈率都整四十多倍 股值上已經全部輸了 再者 新經濟股對於利率是最敏感的 債息一升 有關股份就調轉行 負關聯系數就全部出來了 而Kenny 年初你提出的四字新言 買舊僑僧 最近有沒有新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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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保育 因不少觀眾還以 тем我只需要新貝 有些對策? 之前說到買舊僑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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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 现在说了一个字 就是买够彩新 彩即是彩宅 意思是我们要适选 不只是看价位 我否认新经济股前景还是很正面 讲增长就一定有 但现在受制于利率敏感、高估值 所以现在选新经济股 有最新的四大准则 第一,一定要是大市值 第二,在行中要是龙头 第三,一定有往迹 第四,最重要的 就是现在四五六线的新经济股 暂时不要搞了 新经济股的良嫣贵 一比之下 旧经济股的股值好像浮现出来了 是的,其实外面正在买货 我们看看Fund Flow 最近流入股市的钱 主要集中Value Stock 即是价值型股票 相反增长型股票 其实还在走钱 为什么 因为旧经济股的股值便宜 受惠于今年经济复苏 以及去年基数又低 今年业绩一定可以 有你股值修复 还有股息又够吸引 可以说是财息兼收 可以考虑四大办法 包括原材料、工业、能源、金融 这类股份平均的PE大概是十倍 内银更便宜 市盈率只有六倍 香港的地产股 每股的资产值平均折量到五成以上 是金融海啸以来最便宜 派息率还有四至五厘 你说是否吸引 需求复苏、订单多番 经济转好全部却中了 难怪今年的传统旧经济股 就成为股市的重移 单看内银和港银 最近都跑赢了很多行业 其实股值还很低 很多仍然是给很好的dividend yield 适当选择几个内银来看 其实今年的预期派息率 都有五至七厘 难怪最近静悄悄升了不少 我们马上用汇丰金融客户专用 新出的手机先看看传统修息股 即是腰股 原来很多都要求近五十二周高位 旧经济股又多息收 新经济股又怕债息上升 预期通胀会升温 又会带动债息上升 新经济股不就有牌子 我不用怕 刚才你说的通胀和债息升 都是短期现象 如果想知道我们为什么会这么淡定 记得留意我们汇丰的Facebook专业 以及Youtube频道 下次告诉你为什么 我们回来了 我们回来了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